可以放 OK 今天我們要來吃火鍋 這麼開心 剛好最近天氣終於開始變冷了 到12月底天氣才開始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就是要來評比這7款素食的火鍋湯底 那身為評審之一的你 對於這些火鍋有沒有比較重要的評選標準 我覺得第一個是價格 對 價格很重要 因為夠不夠清明 然後第二個是美味度 我覺得細一點還可以再分濃郁度 鹹度 然後添加物的多寡 我們盡量幫大家 一個綜合性的評評 對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 開吃 1號選手我們要來吃的是 山頭火煎製的豆乳鍋 它的素別是全素 價錢是 179 然後我們是在全聯購入的 好香耶 而且很濃耶 我覺得在台灣很少能買到很日式的豆乳鍋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你看 我真的精準預言 我覺得豆乳鍋真的超級適合 豆類啊 菇類啊 還有豬菜 越煮越甜 你看 你一喝你就知道太鹹了 我覺得它這個喝起來很像 濃豆乳拉麵的濃湯 因為日式拉麵它的濃湯就是這麼的鹹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在喝拉麵的湯底的感覺 對對對 它真的是有這種日式拉麵推薦吃法耶 它說火鍋湯底煮麵超好吃 因為食材精華完美融入湯底之中 加入麵條跟食材煮滾之後就可以享用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吃很重鹹的人 不用夾那麼多水 加水之後那個濃郁度就比較沒有了 它就只剩那個鹹味 然後豆乳的本身的味道也比較淡 我覺得它可能在濃郁度跟鹹度 可以再取得更好一點的平衡 對我來講分度會更高 然後我覺得它很明顯的就是 它有味噌的味道 然後我剛剛看成分 然後它裡面有放玉米 地瓜 還有紅蘿蔔 所以它裡面的甜味 其實是來自於這些蔬菜本身的甜味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湯其實 還可以再加一個東西 加辣 喔對 對不對 麻辣豆乳拉麵 不是拉麵 麻辣豆乳鍋 說到辣 怎麼可以忘了這一瓶 在哪裡 下面下面下面 有心人武德川納果油呢 這一罐我要想想看 我認識它幾年了 早初時幾年應該就認識它幾年了 除了我之外 我媽也是它的超級貼份 她在他們學校 不知道訂了幾千瓶去了 我們家也是冰箱一定一定會有這一罐 然後它這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堅果 核桃 腰果 花生 白芝麻跟桃花籽 還有四種辣椒 乾辣椒 雞心椒 青花椒 還有大紅泡花椒 就可以知道它的香氣絕對是非常厲害 對 可以去用想像的 而且其實我們都稱這款醬叫做神醬 真的是神 它加什麼都好吃 所以你只要在吃火鍋的時候想要加辣 加它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堅果跟豆乳也很搭 對… 超級香 好 吃這樣一吃 超搭 欸 超好喝耶 真的很好喝 那麼誇張嗎 不是說真的 你喝了你就知道 喔 喔 你知道堅果的香氣加上有點香麻香麻的 再加上豆乳很濃郁的那種味道 喔 真的很好喝對不對 喔 欸 你喝喝看 真的很好喝 我覺得它讓整個湯口喝起來變得更醇厚一點 然後在香氣上面又更加了味 對你來講 美味度你可以這幾分 我會給到七 我會七分 我覺得回購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評算的依據 對 1 2 3 99 啊 那你知道1%是什麼 我不知道 1%是什麼 那你還給99% 好 1% 我的1%是 如果我今天到全聯發現它沒賣 蛤 你跟我一樣 我又買不了啦 對不對 好恐怖喔 他怎麼噁心啊 很默契啊 接下來2號跟3號選手分別是 12鍋的鮮菇百味蔬食鍋火鍋湯底 它的素別是全素 價錢是 149 然後我們是在全聯共用的 3號選手呢是百酥鮮果養生鍋 它的素別也是全素 價錢也是 149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在加勒府才種得到的 他們一樣都是 鮮菇啊 蔬果類的湯底 成分差超多的耶 12鍋的 有一些香菇餃 什麼叫香菇餃 高麗菜 紅蘿蔔 昆布 然後其他幾乎都是 一些添加物 對 一些添加物 然後還有芝麻油跟枸杞還有紅棗 這個湯底好像就是 在12鍋內用的時候 會喝到我的蔬舌湯 是一樣的嗎 但是我剛剛聞味道 覺得不太一樣 真的嗎 有一種不知道在喝什麼的感覺 你要在喝西式過的昆布醬油的感覺 然後會殘留在你的口腔有一種 難以言喻的黏著感 有一層東西卡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味道我覺得不是這麼的天然 但我覺得煮菜 也會比較好一點 蔬菜它本身是鮮甜的嘛 但是這個湯煮過之後 又給它一點鮮度 不會影響蔬菜本身的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後 我們要離開的菜都會吃光 但是才會生一堆湯 那你要先換這個 然後我們再平衡嗎 所以這個就這樣了 對啊 這個就這樣了 好 然後剛剛講到 這兩個是算是同系列的湯底 但是成分差很多耶 這一款在家樂福買到的 白蘇鮮果養成鍋 有沒有看到 都很天然 完全沒有我們看不懂的東西 蓮藕 山藥 蘋果 枸杞 白蘿蔔 紅蘿蔔 番茄 昆布 玉米 高麗菜 薑橫鹽 Over 就這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天價 然後其實剛剛在倒湯底的時候 我兩邊都有稍微聞 然後比較一下 我覺得差異還蠻明顯的 聞這個的時候就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聞這個的時候就會覺得 就是蔬果天然的味道 先喝湯 這個沒有加水喔 沒有 我覺得沒有加水不會到太鹹耶 真的嗎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真的有多少 對 它一份只有400ml而已 400ml一個人都吃不飽嘛 對啊 但它上面有寫說建議加400cc的開水 但我自己覺得 直接單喝不會到太鹹耶 我覺得可以對一點點水就好了 對 大概對200ml左右就OK了 因為它本身的味道沒有到那麼濃 但是它也不會鹹 反而是 甜 吃得出來是真實的蔬果的 本身的鮮甜味 嗯 我覺得吃這個鍋會比較 比較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對 它喝起來就是非常清爽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負擔感 但是兩個我其實都沒有到非常愛 對 唉 12鍋 我覺得 我之前很喜歡吃12鍋耶 沒有沒有我覺得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樣講會誤會 會讓大家誤以為在12鍋內用也還好 對 12鍋內用真的很好吃 對就是吃完這一鍋之後建議大家可以去內用 喔好這樣講可以這樣講可以 這樣講得好 而且在12鍋內用 像是我們是Vegan可以吃蔥蒜 對 然後我們就會跟它客製 就說我們要用石頭鍋 然後它就會先用蒜幫你爆炒的時候再加入熬湯 那個熬湯就會有濃濃的蒜香 對有蒜跟洋蔥 我們常常都是點一鍋然後購鍋 對 再單點一些像是我們超愛吃高麗菜 然後再點一些豆皮啊或什麼的 這樣吃下來一個人才100多 這要200 嗯 美味度的話12鍋你要給幾顆 我會給4顆而已 我也給4顆耶 我們今天的評分標準好像喔 對都一樣 那這個咧 這個我會給到6.5 這我給6分 回購率 3 2 1 10% 啊 啊 啊 我們今天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為什麼10% 10%就是幾乎基本上是不會想要回購 但是萬一加上什麼都沒有之後 這個的話就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機率 可能會買到它 好不想再講這個 好換它 1 2 3 30% 總算不一樣 你給那麼高 我會給50 畢竟它也是比較養生的鍋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吃得健康一點清淡一點 我可以選擇它 我給到30%最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它的價格跟它的分量 其實CP值不算太高 但是真的是有鑒於它的成本真的非常單純 再加上如果有時候我 譬如說我想要熬個湯但是我很懶 不想要自己熬 那其實買現成的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給到30%這樣 接下來是4號跟5號選手的PK 牛頭排麻辣鍋火鍋湯餅餅 牛頭排蒙古鍋火鍋湯餅餅 這個我個人超級期待 4號是五星素喔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然後它的價錢是 159 大概這個5號選手 素別是全素 價錢一樣是 159元 一樣也是都在全面買到的 偷喝嗎 我 要爆鹹的 這個太鹹了 這剛剛有攪拌的嗎 有啊 太鹹了 對啊它搖彩一點再加水 好蛋 很好喝耶 這個真的是今天味道最濃郁的一款吧 我覺得是看起來最可口的 可以了耶 很可以耶 但是我覺得太鹹了 因為我們的鍋子其實不夠大 它應該要再多加一點水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大 很可以耶 它的味道很讚耶 我覺得就很像在外面吃到的麻辣鍋耶 我覺得它的辣是比較溫潤 然後它的鹹度還滿高的 對我覺得它那個藥材味很明顯 那我現在這樣看有點嚇到 它的添加物真的也是不小 而且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會避開棕櫥油 像這個裡面就有棕櫥油 所以有些人在意環境的話 就可以斟酌一下 對就必須斟酌一下 它裡面有醬油辣椒醬辣椒 豆瓣醬 蒜頭花椒 茴香啊 胡椒 甘草滋然丁香肉桂跟花椒抽取物 我覺得我要喝喝看蒙古波勒 好啊 我還在享受那個麻辣鍋 麻辣鍋真的有不太到 喔 有有有 來 蒙古來了 蒙古到了 蒙古到了 有耶 飛到蒙古了 剛才是四川的感覺 然後現在飛到蒙古 對 從四川飛到蒙古 我覺得一樣就是我們水加太少了 所以這兩款 目前對我們來講尺度都太高了 這款喜歡對不對 其實這兩款比較起來 我也是喜歡蒙古的 喝這個湯的時候 讓我想到一些人會去吃天香回味 喔 我很想去吃人家 我覺得在天香回味的蒙古鍋超級好喝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 喝過最好喝的火鍋湯 我覺得在天香回味的火鍋湯裡 阿 我們現在在介紹牛頭排 你一直講 然後 我現在就是要講 這個湯頭 就跟在天香回味喝到很像 天香回味其實有素食過 我之前一直很想去 但是我知道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搬買台中了 就很客氣 沒機會 欸 你這樣一講 我現在都不想去吃 欸 牛頭排有厲害耶 可以耶 他出去蒙古鍋很讚耶 很讓人驚艷 然後他的麻辣其實也夠味 海底撈的青油麻辣 對我們來講都太辣了 那這個 剛好在我們可以接受辣度的那個零件值 很爽耶 等一下 我說不了 我要先吃飯 喔 對 麻辣不過吃飯 一定要配飯 對 一定要配飯 你要麻辣 等一下 配飯的時候 還有一個東西一定要加 你看 看回味 不是他 喔 另外一款 沒錯 有圓人的武德胡麻果油 超讚 他這個胡麻果油也是 某種堅果去做的 裡面有腰果 花生 芝麻 核桃跟葵花籽 然後再加上日本胡麻 這個胡麻醬吃起來 跟外面我們想像到的胡麻其實不太一樣 他這個是完全的保有堅果的顆粒感 對 其實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濃郁的 胡麻的香氣加上堅果的香氣 就是香上的在家鄉 剛開始認識他非常風豪的名片的時候 我會拿他來炒飯 喔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有時候我們只是想要簡單的燙一點青菜的話 咬一絲連在上面也超級好吃 有時候吃到不好吃的便當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這些菜真的 喔 有會無的 有夠 boring 加一吃這個 就是拯救了整個便當 這是真的 這是隨身攜帶用的 這個真的很適合放在飯公司 或者是教室裡面 或者是 對 就是冰箱必備 對 所以我們現在拿來配飯 對齁 我要蓋起來 這樣 再一點 再一點 好香 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 先生 剛剛那關是神醬的話 這關我就會是 就是你醬 真的 我沒有在誇試了 你們吃過就知道了 1 2 3 8.5 8.5 我覺得這個喝起來 跟我們第一款比起來的時候 它還是相較比較heavy一點 就是吃到最後會覺得有一點負擔 對 可是我還是願意給到8點 我是因為它是太陽吃了 我覺得以我們的標準來看 超過7分就是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以婚食者的角度看 這個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產品 欸 吃不出是 吃不出是數的 回購率的部分 2 3 85 它比99在第一分嘛 就是因為如果今天豆乳沒了 我就走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的邏輯不會太大了 對 就是這個邏輯 沒錯 沒錯 我85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實 我比較懶就是想吃的話 其實去海底刀就可以吃 對齁 但海底刀真的是太辣了 海底刀的辣度我比較不能接受 所以如果在家裡不想出門 然後又不想吃這麼辣的話 我還是會想要選它 所以會提到85%的原因 接下來就是蒙古鍋 蒙古鍋的美味程度 8.5 再來回購率的部分 2 3 95 我覺得差不多很利 我就跟麻辣鍋一樣 但是如果真的要比起來 我覺得麻辣鍋 又比蒙古鍋再好吃一點 那我跟你相反 就是回購率的部分 我反而會優先蒙古鍋 因為它有比較特別嗎 對 因為蒙古鍋 蔬食的蒙古鍋在市面上 真的太少見了 所以當初看到這一款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蠻興奮的 對 好 最後一 round 都是隨緣跟熱浪島聯名的 香黃椰香湯底 泰式酸辣湯底 素別是全素 然後價錢是 169元 一樣都是在全年買到的 那這個其實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有在追我們Instagram 應該很熟悉 對 最不陌生的選手 就是最不陌生 海底刀師傅 對 冷一點的烙麵來囉 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欸 看到我了 等一下 這兩個比起來成分 比較單純的是這一款 然後像這一款啊 湯上面會有浮一點點白白的 有點像泡沫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椰漿 黃色的部分是因為它有加薑黃粉 那薑黃粉很多人其實會怕這個味道 對 但它就是加了很多其他的調味料 像是南薑粉啊 大葵香粉 紅蘿蔔 薑白胡椒粉跟椰漿 所以它的味道其實非常非常濃郁唇厚 嗯 然後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這款我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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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但今天我們原本以為它的地位會很難撼動 但今天評比了前面這幾款我覺得它有點 有點危險喔 對 有點危險 然後這一款它跟這款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裡面多了 哇 它裡面是有料的耶 對 像是番茄嗎 還有香茅 對 還有香茅 然後一樣有南薑 有辣椒醬 所以它這款是有點微微微微辣的 然後檸檬汁啊 素蝦醬 番茄粉 檸檬酸 高麗菜抽取物 薑粉 跟一些調味劑 一些化學劑加物 對 所以這兩個比起來 這個成分是相對單純一點的 然後這個味道我也是比較喜歡的 好 我們就直接來喝吧 好 我想直接吃它的菜 喔 可以啊 那我要喝它 這款它煮菜超級好吃 尤其是高麗菜 我們上次煮這款 拍這款的時候啊 我通常拍片都沒什麼食慾 但是拍完這個我 高麗菜吃到爆耶 熟悉的好味道 真的是熟悉的好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椰香跟薑黃 它們兩個的比例 我覺得它們抓得非常好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椰香味太突出 也不會覺得好像咖哩味太重 所以我個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一款 然後它的辣度算是微微微微微微微辣 然後泰式酸辣 雖然說是酸辣 但是它的辣度我覺得 大概是微辣到小辣之間 它的辣就只是最前面給你一點點刺激而已 但是真的進到喉香的時候是酸的 一般我聽到泰式酸辣 我會覺得它的味道上是很重 然後很軟硬的 我覺得相對來講它算是偏清爽的那種 對我覺得它這個是吃完之後 不會讓你覺得太黑的 然後甚至連湯都可以拿來喝完 這兩款湯我一定都是喝得精光的 薑黃椰香湯底 8點 我給8點 它在我心中的地位跟豆乳國是 一樣的 對是同等的 我覺得它們都是我比較喜歡那種濃郁掛的 它煮任何菜都可以讓那個菜變得非常非常好吃 沒錯 沒過濾 1 2 3 99 一樣99 好再來就是泰式酸辣湯底 要給它的分數是 7.5 一樣 那今天默契不錯耶 很會這樣 那再來就是回購率 2 3 60 差不多耶 差不多 OK 今天的7款 在全聯家樂福就買得到的素食火鍋的評鑑大會 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非常的客觀公平公正 盡量的不偏偏 盡量都是以就是初體驗的那個心情去評鑑的 沒錯 像我們這個已經喝過了 但我覺得其實耐喝度 因為我剛剛有在討論 其實耐喝度也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毒菌 像是這一款我覺得超級耐喝 那這一款第一次喝可能覺得很驚豔 但是麻辣鍋應該不太能很 如果你要你天天吃就沒辦法 像豆乳鍋我覺得應該也是算耐喝的 而且它的變化性很豐富 其實我覺得這個加這個 加這個也可以 加這個也可以 加這個就是增加那個香氣 對 就更濃郁 然後這個就是換另外一種風格 你也在買一包在那裡 可以 那個其實也不好買 我跑了很多間全聯不知倒熱水包 這個現在也很熱銷 對啊 所以現在最難買的是這兩個耶 這兩個真的很難買到 那現在那麼難買 我覺得你們可以先吃吃看這兩款 23號選手表示 你們都… 這是我的神像 好笑喔 那我覺得應該每款湯底都有喜歡他們的人 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歡青蛋 他們可能覺得2、3款就是都是他們的菜 對 那我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款 或是對哪一款比較有興趣 1234567 大家可以在聊天室 或是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那這一次我們在平線火鍋的時候 非常常出現的這兩款神醬跟救世主醬 它現在已經有新名字了 叫救世主醬 我們每一年都會團購一次 那今年的團購我們也要在年底 對就真的只有一檔 一年只有一檔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兩款有興趣的話 不要錯過這次的團購 欸然後他們還有另外一款 喔對 對對對還有這個 他們這個是最新出的 叫做異鄉仁 異鄉仁 異鄉仁 那個愛講說 對 調味的joke 今天沒有出現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味道比較不適合 夾在火鍋的湯底裡面 對 那它反而比較適合 抹在吐司上面 或者是 做帕里泥三米漬的時候 或者是 炒一大利麵 對炒一大利麵 用這個也非常非常OK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今天的評鑑大會大家會喜歡 有喜歡哪一款 或者是吃過其他款 我們沒有在這次評鑑大會出現過的 也非常歡迎留言推薦給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